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的报告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令大小企业之间的鸿沟加深 像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今年的盈利比去年明显增加 但62%的小型企业营运却仍然低于正常水平 这次报告是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 于9月25日至27日访问1151名民众 并参考会员意见所得 报告分析称 因为疫情期间实行限制措施 不少消费者转向大企业平台进行网上购物 使得这些企业的利润大大增加 有数据显示 亚马逊在今年第二季盈利比去年同期增加133% 沃尔玛上升106% 开市客则增长105% 相比之下大部分小型企业则难以为继 只有38%能够维持正常营运销售水平 有64%的受访小企业主表示 前需购物的顾客大大减少 42%的受访小企业主反映客人的消费额减少 这些都是令小企业生意陷入困顿的原因 另外有90%的小企业主指大型企业如亚马逊等主导网上销售 正在威胁加拿大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这一情况在节假日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民调显示 三分之二的受访消费者计划将 节庆消费预算用于大企业平台 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主席加利说 大小企业的竞争原本就很悬熟 但现实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在疫情限制令下 开士克沃尔玛等大型超市可以如常营业 但众多小企业却被下令关闭 报告估计在疫情结束前 每七家独立企业中会有一家面临倒闭风险 也就是大约会有6000至24000家小企业处于危机之中 有57%的小企业主 期望政府能够鼓励公众到小店铺购物 他们认为小企业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能为顾客提供优质的产品 并令大家享受到购物的乐趣 同时小企业投资在社区 盈利也都留在了本地 目前小型企业需要在未来的节庆假期 争取更多顾客前去消费 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也因此呼吁公众 做明智的消费者 并支持本地及独立企业持续经营 我做明智谈